林峰你这负心汉 是不是跟这小白脸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叶宁 你听我解释吗 不听不听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跟贝塔 真的是纯纯的兄弟情 我们的关系好到 好到 哎呀 好到双胞胎一样 啥都可以共享 共享啥都可以 岂不是说 林峰你混蛋 叶妹冷静点 他们俩可能走得是近了点 但绝对没有别的 应该没有 还真别说 他俩简直就像连体婴儿一样 那亲密度 简直了 连体婴儿 岂不是 爷睡觉也要 你俩要是不会陷 可以把嘴闭上 这位姑娘 我可是钢铁直男的 比铁帮还直呢 那好吧 刚才是我冲动了 林峰 我相信你是个正直的人 原来就在刚刚 韩贝塔一行人 在得知思业名消息后 马不停蹄地赶回魔堵 就因为林峰 抢着帮贝塔拿行李 竟让来接机的思业 您看出来些许不对劲 才上映了刚才酒写的音乐 什么 昨晚竟然有人对你动手 区区凡人 也配打我的主意 那他们人呢 一群蝼蚁罢了 以稀数被我斩杀 哥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位姐姐 真的是我嫂子吗 对啊 林峰 你啥时候有老婆了 这就说来话长了 我总不能告诉你们 我是纵横天星大陆三千年的先帝 如今还穿越回来 甚至还激活了系统 你们肯定会拿我当白痴一样看待 他叫思业宁 事情有些复杂 我暂时还没想好怎么编造一些谎言骗你们 韩哥不好了 杨树快挂了 你说什么 我哥怎么了 四姑娘昨晚干掉了许家大少 刚刚许家的高手偷袭了杨树 你们赶紧过来 韩哥已经在路上了 他开车技术虽然烂 但应该还赶得上送你最后一程 杨树我还好好的 不要说得我快嘎了似的 你这样子 不说你跟快嘎了似的 谁信啊 杨树你安心的去吧 韩哥会替你报仇的 老杨我还没死 不要做这种我死不瞑目的动作 风静灵 快把那个臭语言交出来 杀了我儿子 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我都说了人不在我这 而且你儿子就是活该 他挂了 世上也算少了个祸害 你风家非要保他是吧 那我就连你风家一起灭了 老狗你有种可以试试 天气凉了 我看你许家是想要破产了 利同大人 恳请您出手 为我儿子报仇 只见话音当落 一道非语言当出现 正是曾经跟韩贝塔交手过的利同 报仇 我的出场费可不便宜 刚才为你出手做掉了杨管家 咱们已经良心 只要您能灭了韩家 我许家愿意拿出一半家产 作为报仇 一半 那可不够 我养你的全部家产 徐老狗干这邪秀合作 就是云虎谋屁 到最后什么也劳不到 老东西 你还没死呢 你以为你有多厉害 不过是一个被世俗采负诱惑的邪秀罢了 要不是你刚才投袭 怎么可能赏得了我 还敢嘴硬 那就先拿你个老杂猫开刀 看队杨叔下手 不肯饶恕 谁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那我们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 可爱又迷人的反拍角色 喊贝塔 喂 打个动作很累的 给点反应好不好 贝塔 你先去照顾杨叔 今天他是我的猎物 凌峰 又是你 上次没决出胜负 这次你休想再逃 可你怎么样了 没啥大事 只是不小心被投袭了 胖子快给杨叔治疗下 好嘞 交给我 龙族找我 指定没好事 喂 我是韩贝塔 不去不去 我是个富家大少 拯救地球你还是另行高明吧 此事关系到蓝星所有生命的命运 请你务必要参见 好吧 我先考虑考虑 又主事了吗 新城那边办了个什么狗屁大学 龙族非要我过去 说是上面指派的 你不是很娘吗 来呀 接着打呀 你们当战 等邓神长提出现世界 你们一个个都跑不了 我还会回来的 邓神长提 这天还是要乱了吗 那是什么 历史上出现过六次 炎黄除海 渔朝的大雨之水 商朝的风神之战 战国的百家争命 唐朝的稀有之星 明朝斩龙脉之密 是田大的集团 也是田大的祸乱 有完没完啊 儿子 我是你爸爸 你骂谁呢 我怎么是你爹 有种的包地址 看老子真不真是你 少爷 电话好像真是老爷打的 那啥 爸 兔崽子翅膀硬了是吧 现在立刻马上收拾东西 滚到京城新开的大学去 等过几天 我有空了再飞回来 让你感受一下父爱 好不容易给儿子打个电话 你就不能温柔点吗 轻点 轻点 老婆我错了 贝塔 那个大学一定要请 万一天下打乱 这所大学交的知识 能帮你占起先机 我对今呀 我拿的不是神侯反派剧本吗 这节奏是要开始进入高潮了呀 是我小乔厉痛了 又让他给跑了 没事先管他了 咱们马上回去收拾东西 时间费精诚